吉安浩克藝術村及演藝文館5月份 是由長青書畫會帶來虎耀龍騰趙楓年的會員作品連展 由現任理事長湯大黃帶領著36位的會員 集結了74件的國畫山水、書法還有工藝木雕作品 在母親節溫馨開展了 歡迎大家可以前往參觀欣賞 成立於民國89年 集結對書畫有興趣地方人士 成員年齡層涵蓋老中青三代的長青書畫會 溫馨母親節8號週日這天 在吉安浩克藝術村及演藝文館的5月 帶來虎耀龍騰趙楓年會員作品連展 由會員帶來舞蹈及太極拳表演揭開序幕 想掌握21號有空 我們就借這個這麼完美的場地 然後因為我們展覽到29號 那我們會員都非常期待 期待能夠借這麼美好的場地 能夠做一個專輯發表 今天既然溝空來 等一下我們導覽的時候 也可以去欣賞一下我們會員的作品 除了很多資深的老師以外 那不用說那功力是沒話說 但是有很多新進的會員真的很努力 他們在很努力的創作跟學習 因為他們是退休之後 馬上就投入這個會畫 但是這個都一直以來是他們的夢想而已 沒想到說夢想可以成真 又可以展出 所以他們真的很興奮 我是會鼓勵那些有興趣的 因為很多新手都會認為說 老師我沒有天分耶 其實畫畫不需要天分 最主要的就是你要有興趣 有興趣都會有結果 展覽由現任理事長湯大黃帶領36位會員 展出包含國畫山水、書法、水彩油畫等74件精彩作品 並挑選了理事長喜愛的作品《花香碟自來》 在溫馨感恩的5月致贈給公所 感謝商長對藝文活動的支持與推廣 這次有36位的老師們展出的畫作 《七十四圖》 剛剛聽了我們湯理事長說 我們要出專輯 所以把這次專輯最好的畫作都帶來 好客藝術春 所以是要代表我們吉安鄉 鄉親來跟我們所有的藝術大師們 至上深深的謝意 一些作品、館長 我們都有專人在做解說、服務、引導 所以我們也會把它照顧得很好 讓他們就如同展示的時候一樣的完美 來還給大家 所以再一次謝謝大家 帶來吉安藝文氛圍的這樣的一個風時 跟這樣的創作 只能在這裡再一次的謝謝大家 也希望大家在這段時間我們一起做好防疫 疫情影響並配合母親節 特別請長青數畫會錄製教學影片 讓民眾在家也能學習出階工筆、繪畫技法 畫下代表母親的宣草 21日預計將舉辦成果發表 而展期至5月29日 歡迎鄉親前往參觀欣賞 記者長幫燕姐恩相報導 謝謝大家